你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 刑判了 以后要再让我看见你跟我姐起密 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松手 你也太昏了吧 你怎么能跟他动手呢 你别忘了 他是我请过来的经理 姐 咱现在装饰那套咱都会了 小来的也让你拉拢过来 你还留着他干嘛 我愿意 你管不着 我看你是离不开他了吧 姐 为了我师父 您能长点出息吗 你少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泉子 今儿这事 你要不跟他道歉去 我跟你没完 老婆 泉子师父收拾上的东西 说他不干了 你说什么 泉子师父他收拾东西呢 他说他不干了 你去把他给我叫来 好 你想干嘛 你想让我给他道歉 我办不到 我也不在这儿爱你们眼了 我走还不行啊 你走 你也不问我答不答应 徐老板 您就让我走吧 你叫我什么 徐老板 你再叫一遍 徐老板 你打我 你打你 我是想把你打醒 泉子 你怎么就这么傻呢 就傻了 你居然为了他打我 我还待着这儿干嘛 你要我说你什么好 你也不想想你是谁 你是跟我同甘共苦八年的兄弟 他算什么 他能跟你比吗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怎么还不明白 我打你是一点都不冤呢 记着姐的话 姐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车行 都是为了要拿回咱们失去的东西 在这车行里 你才是我唯一 最幸运的 最亲近的人 你听明白吗 你听明白吗 黄剑 我让你改的新发 你改好了吗 我能不着急吗 新平啊 我刚刚从外边回来 你就跟我结了 我就想问问嘛 你看个表 是吧 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走吧 找个地方吃饭去 没心情 听我的 在你心情欠佳的时候 我更应该好好请进你 真不想去 走吧 别犯懒了 我刚吃了一家杭州菜馆 味道好极了 请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你们两个会过来 说吧 想怎么着 权子 我警告你 别动卫兵 你要是再敢动他 我就跟你玩命 你给我记住了 师傅 你又这么忍啊 你懂个屁啊 他们这才叫仗义 我带你 别担心啊 我带你國人 你怎么着急 你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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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我 你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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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时候好玩 这项目一谈成 这个几百万代表一下来 再一注入外资添了新设备 那咱们场子可就是 鸟枪换炮了 咱们场子就算活过来了 不是 您老几位可别太高兴了 咱们场就是再好 您跟您老几位 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这臭小子 这孩子 臭小子 怎么说话呢 我们是退了 可这场子是我们的命根 这得让我们一辈子都千长寡渡啊 就是 要不是因为今天晚上场子 把老欣和金平请走了 我们老根仨非把他请院里 好好的卸成卸成的 是不是 轮子 你小子还别跟我自扭啊 不管心平怎么以前惹着你了 就冲这事 你也得好好替我们请请他们一家子 是 我大爷说得没错 轮子哥 听说咱们场那后两轮谈判的时候 这心平姐可没少说咱们场的好话 要不然 这我姐恐怕早就下岗 我说轮子 你别跟心平闹别扭了 敢没有找一机会 跟他道道歉 我是轮子 现在呀 我算数看出来了 这外国人在中国做买卖呀 这不是什么坏事 对 老潘 在这参考上看见了一篇文章 这文章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现在呀 这不是八国联军那会儿的 这外国人在咱们中国做买卖 他照样得遵守中国的法律 照样照张纳税 你说还有这个 麦当劳 肯德基 他们做那吃的 我反正是不吃的 他也不好吃 可是人家殿堂可是真干净啊 又明亮 咱们这饭馆 真应该好好跟人学一学 爸 您是不是想说 我过去老认为 跟洋人打工没出息 他真不对了 我看呀 这新品给人外国人干 没什么不好的 这样的买办的 越多越好 我也想看出来了 现在呀 很多外国车都乌泱泱地往中国进 很多的外国汽车企业呢 也会像福斯公司一样 在中国建立自己的修车厂 看本这行呢 不思进去 看来还真不行啊 那可不是嘛 你就说你那车行 上次我们哥儿仨去了 你们想跟那儿 这搭把手 可是这会儿呢 整赶着那宝马车来了 我们仨看了半天 愣是插不进手去 你说这挤人不挤人哪 你要说现在要是不长进的话 还真是不行啊 还别逼急了我 急了 我就到奔驰宝马的修车厂 去当巡途去 行了 你别说别的了 还说你这大事吧 你跟这欣平到底怎么着了 我可早就把他当儿媳妇看了 你要是再让他跑了 我可是不大赢了 再说了 你就真舍得他呀 我怎么就不信呢 你倒是说话呀倒是 你说对了 我再这么着下去啊 我都快疯了 不愧是老爸呀 这个老司机 开得这么稳 你不用表扬我 那还不是因为你喝酒了 我这今儿不是高兴吗 闺女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也不高兴啊 这件事情做成了以后啊 我这辈子也就基本上功德圆满了 你在后几次的谈判当中 表现得非常不错 说实话爸 我的表现是次要的 主要是人家皮特看上咱们厂了 不愿意把这事给弄黄了 他看上咱们厂什么了 那当然不会是看上咱们厂的设备和管理了 人看中的是咱们厂员工的素质高 就这一点就比所有的条件都重要 那他是怎么了解咱们厂的情况呢 说起这个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全是从轮子那知道的 爸你知道吗 轮子和皮特就见过两次面 他还回绝了人家的聘请 人家皮特不但没有生他的气 还更加欣赏他了 说咱们厂能培养出轮子这样的工人 就印证了他听说的一个说法 中国最好的工人就在老国企 因为多数的国企都有自己的观光传统 培养出了众多的爱厂敬业 无私奉献的好工人 哎呀闺女啊 你们这个美国老总还真不简单啊 哎呀已经对咱们的国家呀 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研究 你看 你美国老板对轮子啊 都有了这么高的评价 你还不能原谅他呀 嗯 原谅他 我非得让他好好长长记性 行了 闺女 你们两个都冷战这么长时间了啊 别没了没了了 差不多行了 你们回来了 小剑都得半天了 哎 轮子 你可好长时间没来了 啊 新叔 新平 厂子里宴请的这顿饭吃得够晚呢 刚才我还问小剑怎么没有一块去 他说他有事 妈 他那个找借口呢 他都跟我说过了 他不喜欢中国的人情世故 所以呀要和厂子保持一定的距离 千万可别这么说 这位李先生可是等你半天了 哎 轮子 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一会儿了 哎 怎么没给轮子倒茶啊 你这老婆呢 他说他不喝 我跟他说 你们俩一回半回回不来 没有重要的事情就别等了 人家像是没听见 一屁股就坐这儿了 你接着来 是不是又来谴责我的 新平 我今天还正有话说 好啊 轮子 有话就说 说吧 我听着呢 但是呢 我不想当着这位黄先生说 明天等我电话吧 不 不 再电视过 不是 又走了 这边你干嘛去啊 我想听听轮子 到底说什么 你你你 阿姨 秦叔 那我也走吧 跟我撕吧 来来来 黄君 坐坐坐坐坐 喝茶喝茶 来 聊会儿啊 好 你不是有话要说吗 你都出来了 我就没得说了 没得说了 我把黄姐撂在里边跟你出来了 你是不是认为我就原谅您呢 太子也没事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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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欺负人了 太欺负人了 这么让人真的也不理我 你不理我 你不理我 什么都别说了 跟我走吧 去哪儿呢 走吧 你在哪儿呢 你是不是在那儿呢 雅琛 你以为我跟你说的 还在耍小鞋子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好 我们就出这回事 行吗 行 这件怎么又装上了 我师傅不多告诉你了 怎么拿走的怎么给拿回来 潘大经理 你也是站着撒尿的爷们 真不该跟轮子败了 那天我打你 轮子和华特都看见了 专门过来跟我说了几句 说什么了 他们说什么 你猜不到吗 那哥俩现在心里还有你呢 我要是你啊 哪来的回哪儿吧 春月可盘过账了 这个月咱干得不错 晚上是不是一会儿庆贺庆贺啊 好 喝 晚上就买点好吃的好喝的 咱今天晚上好好的喝两口 行啊 来吧 哥哥你看辛苦了啊 能喝的多喝点啊 一般吃鸭子姐了多吃点 对对对 清明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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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吃饭 你看过没有啊 看了全都是英文的 估计一吃饭饭也看不明白 这些电子检测设备啊 我们就是买得起 弓牌也不会用 反正你现在不用将来也得用 除非你不修理高档新车 今天我真高兴 你这个车行顾问 总算是重新上纲了 对了 那个新房的钥匙 是华子还给你的吧 是 他还跟我说瞎话呢 说是你让他还给我的 就从这个 这个月我还得给华子上公司 气死我了你 看来啊 我这脾气也改不了了 你这小绵羽呢也当不成了 咱俩真是结婚过日子 少不了打架的时候 你敢 你要欺负我 气我我就不搭理你了 绝对不敢了 你这种话 听得我耳朵都生碱了 这次是真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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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小剑出去 有什么不应该的 妈 我正式通知您一声 您看上了黄剑 已经追上了 她中学的女同学 所以我和她是不可能的 还有 妈 我和轮子已经决定了 今年元旦 我们就把婚结了 闺女 是真的吗 当然真的了 什么 小剑跟你吹了 妈 什么叫吹了呀 我和她什么时候 有那种关系了 你又和那浑小子好上了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她到底有什么好 你 你还离不开她了你 爸 赶紧给我妈拿旧新闻 老婆 你别老这样 咱闺女她也是刘美硕士 她都这么大了 有些事你还能替她做主啊 再惹说了 我觉得这轮子就是比黄剑强 妈 其实轮子已经说了 她一点都不记恨您 轮子还说 她妈走得早 以后您就是她亲妈 她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 她还说了 她知道您喜欢旅游 以后就是她再忙 每年也会开着车 带您出去玩两趟 让您的晚年啊 过得快快乐乐的 妈 您还别不信 轮子说得到做得到 就是 你去打听打听 人家轮子那孝顺是出了名的 再说她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汽车修理工了 人家有车行 是车行老板了 咱们有这样的女婿 晚年你还着什么急啊 就是 昨儿我还跟她说呢 是我们家马桶漏水 轮子立马跟他们伙计说 买一新的 过两天抽时间来装上呢 正好啊 这两天咱们家老跳闸 你让她一起给查查看看怎么回事 没问题 以后咱们家的活都是轮子的 妈 您就想开点吧 就别跟轮子过不去了 老伴 闺女说得没错 你说咱们都这岁数了 老跟自己过不去有意思吗 我是不甘心啊 我现在还能有什么重念 这么多年了 欣平都没逃出她的手心 我不认命也不行了 老伴啊 这就对了 老伴 给我换一堆零件的是你吗 是啊 连轴都给我换了是你吗 是啊 我这车才跑了两天 我这大瓦又响上了 怎么个意思呀 老伴 您别急 这不正给您瞧着呢吗 干咱这行的 甭管有多大的本事 谁也保证不了不出这事啊 又吹上了 我能不急吗 您踏实着 我给您瞧瞧 师傅 这发动机好像有问题 是吗 不是 怎么个意思 还要给我换发动机是吗 你们可真行啊 得到一个人往死里黑呀 您看您怎么说话呢 您看谁黑您啦 你也得敢哪 你看清楚了我是谁 我 这不是赵大哥吗 别急啊 犬子 这赵哥还不给好好看看 行了 行了 我不信了 你们记住了啊 别跟赵哥玩心眼 让赵哥发现了 你们谁都好不了 赵哥 你先别走 你听我跟你说 你听我好好跟你说 你去吧 去吧 犬子 你说你惹谁不好 你惹他干吗呀 师傅 您说您这车啊 刚修过呀 何止修啊 我这曲肘都是新换的 手工零件 花我三千多了 不可能 八子 给梁姚姚 师父 这曲肘啊 不可能是新的 你听这声啊 这大瓦子几道肘都响 而且是篡动的响 凭我的经验啊 这根曲肘 至少是保了七万公民 不可能啊 我是看着人家拆的 包装不安的 师父 您听我说啊 这有些不规矩的车行啊 常怎么干 他把一些能使的旧零件啊 抹上黄油包起来 您看着就跟新的一样 你看 您这声 好 这帮孙子 跟我也敢那么玩 师父 打听一下 跟哪儿修的 你们邻居 胜利车行 我跟他们没完 来 师父 你多了一嘴不要紧啊 她是架势 隔壁非出事不可 我没想到是拳子这么干的 这拳子这么干也忒损了 你也不想想 这隔壁那娘们才没心笑劲的 拳子跟她干归继的了 她不管怎么说 拳子也是从工厂里出来的 你说她这么干 不是给修车丢人吗 跟我下家伙是吧 拿拆下来的旧粥 给我这儿当新粥换上是吧 还跟我玩个假开封 你们真行 这买卖不想干了是吧 赵哥 这事你误会了 这种事我们干不出来 不承认是吧 人家隔壁车行一眼就看出来了 行 我去作为鉴定去 这事要是真的 你们黑我的钱 加倍给我吐出来 感情是隔壁说的呀 赵哥 那隔壁的话你不能相信 你不让我们跟他们 行了 别废话了 等着哭 来啦 你们这干嘛 你这问我 干嘛 干嘛 我叫我长期假件 我三个两头熟事 谁告诉你 是假件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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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闪干什么呀 你们使用略指灵匠开顾客 客行知道 吊销三个月 谁是老板 不是 等我们走一趟 歌小时候这叫做 我是 我始终的是 我始终的 我始终都会 我都不曾 我始终是 他自己是 你 我始终的 我始终的 我觉得我始终的 没想到这小子真狠 还真把咱报关了 发了这么多钱不说 还停业三个月 姐 咱这次损失可大了 你也不看看 治咱们组什么道行 你怎么偏偏把旧件 又在他车上了呢 我上次就跟你说了 这个件不能用 你就是不听 你就认他们胡作非为 这事你要骂你就骂我 我姐可不是你随便数落的 我要是主事的 早把你开了 你说什么 你再跟我说一遍 干吗还要打人啊 来 你打我一试试 我打你了 都出这么大事了 能不能别自己斗了 我是一个外行 什么都不懂的女人 多亏兄弟们一直不嫌弃 帮我干了这么多年 争多争少 没有一个跳槽的 你们对师傅 对我 对这个车行 已经人之一尽了 现在我把车行做成这样 三个月不能营业 大家收入肯定会受到影响 我也不想连对兄弟们 谁想走就走吧 怎么着 潘大经理 你要是走 没人拦着你 犬子 不要这时候走 我还是人吧 姐 放心 我们绝不走 也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会走 你不会走 我不走 我也不走 老板 你们对我这么好 我就跟你们的 好生死同怀难了 可是你们 姐 我们这几个人 不可能走 姐 没说关门三个月 就是关门一年 我们也绝不走 对 谢谢了 你呢 没说得也不还是 我cartgon想回答 你来个忙 我给你啦 我给你带牢 你要是想 الذ人 我还没想到 我说得更冷了 我也要在这上岁 回头再说吧 咱六大哥 要知道咱们出这事 不定多着急呢 咱师父就快出来了 这个时候要是把畅昂做到了 怎么跟他交代 开咱车行的时候 刘大哥把房子都卖了 本来是两处 现在就剩这一处了 这可是他的心血 他的命啊 别说了 万子 你怎么哭了 出什么事了 没事 还没事 是不是车行又出事了 万子 你也别太苦着自己了 要是干不动 就算了 那些老天我就没有收住 那些老天我就没有收住 就够笨的了 这些再舍不住 我就不是你的女人 你不想到吗 你不想到这些人 乱子 看着你这样 我真心疼 等我出来 我再也不让你说苦了 好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没事跑这儿溜达什么了呀 小来子 没了几天不没了吧 后悔了吧 华德老板 能过去说两句话吗 说什么呀 行行行 有话是有匹方 我得告诉你 您个事 他们那边都说了 这次是你们和那奥迪车主 成心使得换 把他们害成这样的 还说要报复你们呢 我不是来的 合着你是来打小报告来了 你小子不说实话 你是不是想回来了 你也知道 当初那是潘老板硬把我拉过去的 我自己压根就不想过去 我跟你说啊 人哪知道后悔就好 来 滚 想什么你吃里扒外的东西 滚 你师父就要出来了 可是我把车行做成这样 就怕重新开了张 老主公也全都跑光了 姐 咱这一关门 你看看那边 大晚上还忙活着呢 他们倒合适了 老板 我可都听说了 感情这事 是轮子和绍华 诚心给咱们使唤 诚心使得换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才去那边溜达了一下 想听见他们说什么 正巧听见绍华跟他的伙计在说 感情他们修车的时候就发现了 那边那个轴是个旧轴 他们本来不想说什么 可一听是咱们给换了 立马就告诉车主了 还加了咱们好多的坏话呢 我看呀 他们就是诚心想把这事闹大 咱们一关门 就没人跟他们竞争了 姐 你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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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他们要干的 我他们饶不了他们 轩子 你想干吗 我他们要不揍他们 我他们出不了这口气 你说得容易 你怎么治他们 怎么治 咱不会使黑招怎么着 轩子 我告诉你 你别胡来啊 官方便做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